你 反正 你好 黑夷山 今天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小路来参加唱点奥运校园型的第一展 就是我们在昭大举办的这一次校园工作活动 接下来你帮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何耀山上台 谢谢大家 这里呢 我先要说 我要谢谢唱响奥运校园型 还有北京台 还有呢就是奥主委 还有呢大姓门女士 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那我呢在下来的日期里 会非常积极的 就是在国内还有国外呢 就是积极的鼓励学生们 就是真歌把更好的歌曲呈现出来 其实因为专辑的宣传呢 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学生们的作品 那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说我是一个新加坡人 可是我现在呢 其实在美国洛杉矶还有纽约呢发展 那在那边的乐台呢 也有一些的成绩 也有很多的机会呢 跟那边的大制作人合作 可是我觉得说 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太了解 那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同学们的那些钱呢 然后看到他们的精神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我跟基姨讲说呢 当我回去的时候 不管我在哪里 尤其在国内呢 我要料到说大事 说我们有的 他们好很多 他们需要了解 那我们只要呢 把他请信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呢 八年的奥运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国内国外的人 看到我们同学们的精神 然后把这些最好的呢 让我们任务很好 就呈现给他们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谢谢大家给做这个经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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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耀山是唱奥运的校园音乐大师 那我都会在校园里头 办理演唱 然后呢 把更好的歌曲呢 请信给大家 那他也只能因为 在音乐方面的奉献 以及在社区的参作方面 做了很多大量的 功力的活动 而当选世界节出青年 谢谢 谢谢 民主们会听 其实同学们的歌曲 然后呢 会筛选那些最好的 那这些基金呢 其实会 帮助到在学校里头呢 会有 音乐教室 流行音乐教室 还有呢 就会有 音乐的图书馆 然后呢 也会有基金会 就帮助他们呢 把他们的歌 做得更好 就是让老师呢 把他说得更好 然后呈现给奥运 谢谢大家 谢谢我耀山 谢谢我耀山 QREVIEW 唱响奥运 让喜欢奥运的人 唱起来 Yeah 给奥运 音乐教室 给奥运 给奥运 音乐教室 音乐教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